先铺个有色卷起光 远方向用深色拉个渐渐分区 依据头的结构在受光区刷上亮暖色 根据头发走向画出阴影 击感就来了 然后调整底刷过度 边缘可以重复刻画几次丰富细节 再用浅色加乔刃布 用重色在头发叠加处卡放进色 最后底刷透明度调低 远远处的头发刷一些像灰的颜色 头发更有空筋感 还不会给头发上色的薄皮 带走这个大佬同款头发色卡 此外还准备了小白必备的 八位绘师的众多精彩图例 风格迥异 既可以作为学习发型绘制的教程 也可以作为漫画人物造型设定的参考资料 头发是角色绘制中非常重要的要素 绘制发型本就因人而异 再加上头发很容易受到运动的影响 不同身体动态下的发型也会有很大变化 因此还要根据绘制的场景 试图表现头发的动态 只有如此才能绘制的生动好看 本书收录600张以上的绘制案例 为大家绘制各类漫画人物的发型 提供实用的学习参考 新手小白画人物发型必备书籍 最后再欣赏一下头发色卡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